作词 李宗盛 看大法谷节目 佛教徒常常利用打坐的方式来修行 那么听说打坐做得好 很可能会入定 如果一个人因为打坐而入了定 怎么叫也叫不醒他 那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因为入定太久而死亡 或者变成残废或重病呢 让我们恭祈圣业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问这个问题是很好的 但是打坐能够入定这还不简单 打坐入了定还不出定 还担心他残废 担心他死掉 这个实在是更不简单的 第一 打坐很不容易入定 能够入了定的人一定会出定 我现在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入定 就是当自己的杂念幻想 全部停止互动 心念只有集中在一点上 不再有任何的思想 这个时候叫做入定 在入定的时候只有自己感觉到是很轻松 很自在 没有负担 没有任何的干扰 直接是在一个非常空旷 非常的广大 没有居住在这个情况下 是直接是有的 但是呢 就是非常自在的 安定的情况下 身体的负担没有 心理的负担也没有 这个叫做定静 定也有深 也有浅 浅的定啊 还可以听到一些声音 身体的感觉呢 还有一点存在 心理上呢 还有维系的一些念头啊 不知道是什么念头 但是呢 还有一些维系的念头 但是深的定的话呢 听不到 看不见 没有身体的感觉 心理的活动完全停止 这个深定呢 甚至于呼吸啊 也已经呢 非常的微弱 呼吸 甚至于在鼻孔啊 已经感觉不到 有呼吸的出入 近代的虚音老和尚啊 曾经有过 他在船上面打坐 这个因为没有钱啊 付船钱啊 结果被这个船上的船夫啊 把他退到江里面去 结果呢 他就在江里面 沉沉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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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呢 过了一天多时间 被打鱼的人把他打起来 老起来 他还是活着的 那么这是在若定的情况下 所以若定以后 如果埋在地下去啊 也不会死的 可是定 一定啊 跟身体是有关系的 如果身体还在 他一定会出钉 他时间到了 一定会出来 那钱的钉很快就出来 升的钉时间比较长一些 如果身体没有了 那就钉金就 时间就长了 就升到天上去 升到四参天 要初参二参四 三参四参世界的 天上去 那就时间就很长 因为已经没有身体的 存在 假如有身体的存在 他还会啊 这个 出钉的 所以不要担心着 这若定以后会死亡掉 死掉 如果说 自己没有把握 坐下去以后 有多少时间呢 起来 但是飞得起来不可 那个时间 自己还有事情要做 那因此呢 就要拜托 其他的人呢 来给你 吸住你 就是 用引擎呢 用一把引擎 这个引擎呢 我们 庙里面都有的 这个像圆圆的 一个小杯子一样 那个铜的引擎 你敲它一下 它就可以起来 敲一下不起 两下三下 一定会起来 这个 就是使它这个 这个 声波啊 震动它的耳 耳骨目 就能够啊 出钉的 因为它的耳朵 还得听到 你敲了以后 这个耳朵就震荡 它的 这个 就能够出钉的 因为身体存在 就能出钉 另外 如果 定时间长了 会不会残肺 保证不会 入钉的期限呢 身体的气脉 气血 肠痛无阻 我们在 没有入钉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的身体 还有阻碍 如果能够入钉的人 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他的气脉 气啊 是啊 顺的 通的 因此呢 不要担心啊 入了钉以后 会变成了 变成了残肺的人 这也不必 所以是我们 需要对于这个 入钉这样的事啊 了解以后呢 就不怕入钉了 可是很不容易入钉了 这个怎么能够 能够入钉呢 一定是啊 经过老师的指导 才能够入钉的 才能真正的入钉的 否则的话 大概不是入钉 这是啊 似似而非的 你在那边呢 昏沉 或者是呢 似似而非的 你进入一种啊 这个幻境中 你见到各种各样的景色 在你面前出现 游殿堂啊 下地诱啊 游地诱啊 还有这些游山万水啊 这种都是幻境 这都不是啊 真正的啊 定 如果是在真正的定中 没有这种东西 有这种东西 很可能会让你的身心呢 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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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伤害 所谓走火入魔 因此呢 要有啊 经验的老师 所谓经验的老师 要真正 是啊 正统的 伏法的 修订的老师啊 指导之下 那是安全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